台湾文博会下个月初将首度从台北仪式到高雄举办 相关的宣传已经陆续开始了 不过却有民众反映说文博会的指定住宿 怎么在下个月1号才要开始试营运 执一大型活动这样的规划根本不周延 不过对此文化局曾经说 这家饭店其实是另外一场活动的指定住宿 跟文博会本身无关 小海豹在爱河湾飘荡 巨大又慵懒 而这都是即将举行的文博会 系列活动 今年文博会首度离开台北 遗失到高雄举行 但如今活动还没开始 就传出住宿出现问题 实际来到官网上指定饭店 现场景还在施工 预计下个月初才会对外试营运 应该是准备的没有很周全 是应该在事先应该 妥善规划一些是比较好 是蛮有余虑的交房设备 或者是一些动线问题 明明是大型活动 却指明一间试营运饭店 让民众只胡不吐 更加质疑中央挑选饭店标准 不过文化局做出澄清 原来是误会一场 今年度高雄一连成为国内两大设计展的主办城市 台湾设计设计台湾则串起 长达三个月的城市大型展演活动 在宣传网站上也整合讯息 目的是为了串联周边文化观光 却没想到出现资讯落差 目前官网上指定住宿已经多加上活动名称 避免民众又搞错 尽管只是无龙一场 不过也能看出 无论政府还是民间 对于文博会的关注用心 记者听完小剧院高雄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瞬间 感谢您的瞬间 李宗监 警